视障师生 国乐社团练 你看不见我 我看不见你 教与学 全靠声音与默契 这边呢 弹鼓尼的谱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有哦 那是带你的手枪 你看哦 尽管看不见彼此 却能合作无间 演奏完整曲目 除了同学用心 指导老师许清敏功不可没 七年前开始 许清敏老师每个星期 从北部专程回到母校 教导学弟妹们学习国乐 过去他也是台中启明学校 国乐社的一员 保持一个感恩 报恩的态度 我想说如果这样回来 回馈给学弟妹好的概念 应该有机会透过社团 然后传达给孩子 小心 慢慢的不要急 这不要赶 成功 不只带社团 还有个别指导 回母校授课 许清敏几乎是义务付出 在音乐领域之外 他特别注重品格教育 我们要做一个知福习福再造福 观光念恩待人着想 对家庭对社会 对整个世界有帮助的人 敬礼 谢谢老师 老师再见 不见得说大家未来一定都会走音乐这条路 就是说把比较正确的观念 然后做人的基本道理跟孩子分享 文化大学国业系毕业的许清敏 正值是街头艺人 每个星期有五天 家人陪着他在关西服务区演出 蛮开心的 自己高兴 又可以带给别人高兴 那有收入以后呢 又可以微博的捐款出来 他省吃俭用 任养越南贫童 甚至到当地演奏 并捐赠全新越览士 回母校指导 他同样关心弱势 还会帮清涵同学 负担学音乐的费用 他是为了使命 为了要把中明的这个国乐继续传承 继续地教下去 所以他回来是一种奉献 老师拉二胡都拉得很好听 大学会想考国乐系 除了教我们国乐以外 还会教我们 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老师好 我请你 你今天来干嘛 今天带颜色 一样带颜色 身体有比较好吗 有啦有啦 慢慢地恢复了 手摸起来温暖就好 温暖 校园里巧遇当年老师 闲话家常 真挚的师生之情 来自于传承 视障教育的共同信念 先天清光眼导致全盲 视力障碍 没有遮蔽许清敏善良的心 透过音乐 他不仅能够自立 还能够为这个世界尽一份力量